老师IC设计转型成IP股 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意的呢 有今天会介绍两档包括 一今年大动作收购并且切入UCIE设计厂 第二档是主攻中国的IP设计公司 今天节目都会告诉你哦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方云 让我们欢迎周家和分析师小周老师好 欢迎好大家好 老师现在IC设计化竞争激烈的打全价 那谁有希望呢 还是我们应该把眼光转型到IP股这边呢 好那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是会先从IC设计开始讲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讲到这个现在最主流的IP转型股 还有其会介绍其他两家 也是这个转型IP的公司 那首先我们可以知道在第三季的时候 虽然说大盘的行情没有到很好 但是有一些部分有特定题材的IC设计股 其实表现非常不错 那我们先来看到啊 近期第三季相对最热门的IC设计族群 有哪一些公司 首先第一档是3227的原项 原项的部分的话 在第三季单季的涨幅是有超过40% 然后另外一档的话是6104的创维 创维在第三季啊 单季的涨幅也有超过40% 还有包括这个月最强的茂达 这个月的话涨幅也超过20% 其实主要原因来自于啊 这三档公司都有所谓的switch的题材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三档公司也是在这个大盘第三季 相对沉闷的行情之中啊 有走出一个相对非常非常好的表现 但是我认为啊 接下来IC设计数据涨多了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来关注这个已经跌升 而且有一点点止跌迹象的这个IP设计股 IP股没错 那IP股的部分啊 其实相对是在IC设计的上游 那主要我们先来看第一家 第一家的话就是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在聊这个转型转型的2363的系统 会把它拿出来讲 是因为大家如果在观察比较贴的盘面的话 会发现系统啊 在这个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啊 涨幅非常的惊人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先说一下 这家公司转型的故事 主要来自于啊 在去年8月的时候啊 联电的董事长洪家聪 就来接任系统的董作 系统原本就是这个联家军之一 那在去年8月的时候 这个联电的董事长直接来接任 也宣示啊 他要来帮这家公司做一个算是改造跟改革 那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系统就收购了这个联电旗下的联井半导体 联井半导体本身就是一家IP公司 所以他把它收购进来啊 系统的业务结构就会有变成部分是这个从事IP相关的业务 然后到今年8月的时候啊 这个系统又这个换股收购了 645C宏康这一家就是PIMICMCU的设计公司 然后接下来数字什么时候显现 就是在这个月公布上个月9月营收的时候啊 那个系统的那个营收数字就来到月增176% 所以最近啊 我们可以看到系统的股价又再次的转强 啊再来就是说系统这一次啊 转型成IP股啊 从IC设计转型成IP股 他股价到底涨了多少 好我们来看一下线图的部分 非常夸张500% 对没错 从去年这个7月份开始有这个市场rumor开始啊 那个系统那个系统的股价就一路往上涨 一直到最近啊还没有过历史新高 但是他的涨幅已经超过500% 你敢想像你投资一个金融商品或是一家公司 他一年的涨幅超过5倍 对非常夸张 那呃所以说我认为IP这个题材啊 第一点是他可以带动这家公司的评价重新的调升 然后再来第二点是你若切入的是热门 而且是产业趋势明确的这个IP相关的技术的话 那其实你的公司未来啊 这个成长性的方面 获利的方面也都会大幅的跳增 好那今天的话我们会带大家看两档这个IP的转型IP的公司 第一档当然是就是去年非常非常热门的646的神盾 没错 那神盾的部分的话 他其实就是在这个今年有非常多大动作 慢慢的把一些国外的这个IP公司直接收购进来 然后做一个集团的整合 那今天会把它拿出来特别讲是 主要原因在于说神盾现在最主要技术就是UCIE 就是小晶片一直整合的技术 那台积电这礼拜要开发说会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接下来啊 会迈进这个所谓的3D封装就有需要用到这个UCIE这个技术 那我认为神盾在现在股价在这边初步做一个止跌 要重新往上供际线 再加上他有这个正确的题材 还有产业趋势明确的技术 我认为神盾这家公司 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来特别做一个留意 哦还有呢 好第二档的话就是2388的Wayshun 没错 Wayshun的话他主要啊 旗下有两间子公司 都是负责大陆相关的业务 那一家主要是做IP的 就是细制裁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是做ASIC的 就是特殊晶片帮忙投片的部分 那Wayshun会拿出来特别看也是来自于说 就是Wayshun主攻这个中国的市场 中国的市场自从被这个美国有所谓的这个垄断啊 或是说去排他的话 那来讲的话就是说Wayshun的话 这一块市场我认为是相当的大 只是大家要特别留意啊 这一类相关的IP股啊 其实他股价的波动还蛮大的 哦是 对没错 那我们可以看到以现行来讲的话 目前的话就是在黄色这条季线附近做震荡 那这边的部分的话 我认为第四季 中国最近有这个所谓的救世政策 那这个政策出来之后这个半导体厂也会更加大自己的资本支出的投入 那Wayshun这边的话就有机会受惠这个中国半导体再更进一步的升级 那Wayshun就有机会这个受惠 那这边股价的部分的话我认为啊已经修正到可以来观察的一个位置 可以请大家来做一个留意 好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那今天老师分享的两档IP概念股 包括切入UCIE的神盾 还有主攻中国市场的Wayshun 你比较支持哪一档呢还是三 你有其他看好的个股的话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财经及时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